想要這組 周董代言的超棒耳機嗎 只要在底下留言對這個耳機的感想 按讚訂閱電腦網仔打頻道 就有機會得到喔 大家好 我是電腦網仔打 今天又為大家來講一下 我們桌上這些東西 就知道說我們今天又來介紹耳機 這也是我們頻道蠻常見到的老朋友 也就是周董代言合作的OneMore耳機 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推出性價比很高的產品 而這次推出了Piston Bus Pro 就產品字面上來說 就是前一代產品Piston Bus的一個升級版 除外型跟Piston Bus有一點些許的不同之外 之前OneMore高階產品才有的功能 他這次也全部下放到Piston Bus Pro上面 而且以目前的建議售價來講 OneMore對這款產品的定位就是高規格 而且價格相當輕 在現今藍牙耳機市場有眾多選擇的時代 Piston Bus Pro究竟有什麼規格跟功能 可以吸引大家呢 接下來阿達為大家開箱 然後實測給大家看 開箱 那這次呢總共推出兩款顏色 那我們這次為大家先開箱白色的 超級小巧 而且它盒子是四方形的 這個盒子裡面有個傳輸線 就充電線 保證書 然後一個說明書 替換用的耳塞 全部的配件都在這邊 OneMore這次我推出的Piston Bus Pro呢 充電盒的尺寸 經有寬58mm 升是23mm 高度是37.7mm 含耳機的重量也只有40公克 所以這樣的體積啊 攜帶相當方便 那在它的充電盒正面呢 有一顆電量指示燈 那背面呢 則是有Type-C的充電孔跟重置鍵 那在續航部分呢 它的充電盒 最多可以提供22.5個小時的續航 單耳最長可以用7.5小時 打開降噪的時候 續航就會比較短一點 那這邊也列出一段表格 給大家做參考 在它的機身的周圍呢 採用一個磨砂的材質打造 唯獨這上蓋部分 它的表面材質 是用類似像金屬CD的紋路設計 整體看起來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點綴感覺 那我們將上蓋打開 它就會自動開啟配對模式 直到先與藍牙裝置配對 之後呢打開 它就會自動快速的連接上 相當的方便 它採用的連線規格呢 是目前最新的藍牙5.2版 對比先前的藍牙版本 它擁有更低的功耗 而且它的延遲也更低了 那在耳機的放置部分呢 也是採用目前通用的磁系的設計 只要將耳機輕輕一放 它就會自動開始磁系充電 即使你丟在包包裡面 上蓋不小心打開 它耳機其實不會掉出來 它的當耳重量僅有4公克左右 而且具備人體工學33度 斜入耳式的一個配置設計 所以你長時間配戴也不會感覺不適 而且也相當的牢靠 不會因為你太大的晃動導致耳機脫落 那在它的耳機表面呢 跟上蓋一樣 也是一個金屬CD紋路設計 戴上後看起來也相當的搶眼 此外它也支援了IPX5的一個防潑水能力 用來應付日常一般使用 是沒有問題的 那控制功能一樣是在耳機的表面上 那基本上 只要是萬末旗下的藍牙耳機 幾乎都支援APP的連動 這次Piston Bus Pro也不例外 在APP中可以得知 目前耳機跟充電盒的剩餘電量 可以比較直覺的知道說 大概什麼時候該充電了 或是說選擇要不要讓它自動播放 或聽輸壓旋律 或升級耳機韌體等等 Piston Bus Pro呢 擁有降噪跟通透兩種模式 降噪效果甚至可達38分貝 真的有種讓人家與世隔絕的感覺 這邊就讓大家聽看 它在戶外降噪的一個效果 多數字可以這麼喜歡 треб begins 去 compile 設定 為它 這個 為它的 算看 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除了降噪功能以外呢 它甚至还可以选择抗风噪 那跟一般的降噪功能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功能呢 能有效的过滤风切声 一般降噪耳机啊 在开启降噪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明显听到风切声 但这款呢 你只要开启抗风噪 耳机的风切声就会被消除 这一点相当的厉害 这个功能啊 以往也只有在万魔 它比较高阶的产品才会出现 那这次也下放到Piston Bus Pro 相当的佛啊 此外啊 这次Piston Bus呢 它也支援低延迟模式 最低啊 可以降到90微秒 用来玩游戏啊 相当的实用 不过啊 低延迟模式必须透过APP才能开启 并不能透过点击控制来开启这个功能 这点要注意一下 那在通话部分呢 它采用的是 4个麦克风加DMM智慧演算法降噪 它表现非常清晰 而且不会有太多的噪音 让通话一方啊 可以相当清楚的听到你讲话的内容 那最后我们介绍一下耳机最重要的音质部分 它采用的是10MM的一个洞圈文件 支援的编码为AAC、SBC 音效的校准啊 一样是请来专业的厂商Sona Wars来调教 它提供了12种风格音效 可以在APP的均衡器里面自行设定 你想要听的听感 不过啊 它并没有自定义EQ的功能 但是啊 可以选择这么多听感 对懒人来说就已经是一大福音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它实际的听感 在预设模式下 中低频有点小空 但是它人声的表现相当平稳 可惜缺了一点动态感 整体的表现算中规中矩 但是啊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的听感的话 你还可以从APP的12种音效中呢 挑选你最喜欢的听感来做播放 总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听感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收音器材 让大家稍微听一下 Pistone Bass Pro的一个表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的Pistone Bass Pro呢 我认为在价格上非常有竞争力 以它的售价2490元来说啊 具备啊 38分贝的降噪效果 以及高阶产品才有的抗风噪功能 使用的体验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再加上啊 它有低延迟的一个效果 对啊 手游玩家的实用性又大幅度的提升 那基本上啊 在现今的蓝牙耳机中啊 Pistone Bass Pro呢 已经拥有主流蓝牙耳机所应该有的功能 甚至啊 给你更多 整体的表现呢 也对了起它目前的售价 如果你也再找一款功能多 那价格又不会太贵 Pistone Bass 我向上推荐给大家 我是电脑王阿达 如果喜欢这段开箱呢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跟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